主席 主席 各位立院的同仁 然後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請主席幫我邀請主委上台 吳議員早 主委早 我想請問一下 去年11月份 經濟部長鄭正中 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的時候 有表示說政府正在思考 來開放跟這個解除 中國的資金投資台灣 IC設計的這個禁令 那這個經濟部的這個部長也 希望說在他任內能夠完成 我想先請教主委 就是說現在目前台灣 開放的這個 IC的這個產業 就讓中國來投資有哪些項目 開放中國來投資的IC項目 有哪些 IC產業的項目 有哪一些是已經開放給中國來投資的 這個很秀 是否請正錡局 這部分是大部分都在投審會這邊會進行審議 因為是入資要進來的時候 如果投資台灣的話 站在經管會的立場來講 我們原則上 如果是合意的部分 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說以我們產業政策 要控管的部分 我們都會跟經濟部投審會這些都會協商 然後看看準不準許 謝謝局長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局長可能也在旁邊一起好了 那我再請教一下 以這個聯發科 立成 南科 跟細品 這四家公司來說 目前是否都是屬於開放的頁別 其實現在 就我們講 只有一些比較 我們認為應該要 國內還不宜開放給入資進來的 大概只有一些相關的 那IC裡面可能是重點之一 或者我們金援等等這些事 那詳細情形因為並不在我們這裡 經濟部的一個權責 不是說不在你們這邊 就不知道這些細節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IC設計來說 是比較 就是偏向是這個 比較先不開放的嘛 剛剛我就一開始有講過了嘛 這也是為什麼經濟部長希望說 在他任期內能夠推動解禁這部分 那日前呢 這個中國紫光的董事長 趙偉國 他說 他要要求中國政府 就是說 台灣應該要開放IC設計產業 讓中國的入資來入股 那如果說台灣不開放的話 他要求中國政府 不准在國內販售台灣的這個品牌的產品 跟這個製造晶片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主委的看法 或者是金管會的看法 是要開放還是禁止呢 對於中國這樣子 牆逼民女的態度 這種霸權式的這種要求 我不知道說主委或是金管會 對於這種態度是覺得說 OK可以接受呢 然後以及開放是可以開放呢 還是應該要禁止開放 這個是他們的說法 我想這也是他們的政策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是協助產業往外擴展 不只是中國大陸 那我們覺得如果對於 而且在剛剛提到很多公司 是不是要合併啊 或互相合作 這個是各個公司自己的經營權的問題 所以說金管會就是一個圖章蓋蓋就好嘛 那我另外再問一下就是說 主委知道民間已經在連署 反對這個台灣開放設計產業 開放入資來這個 入股中國的IC設計產業 那請問主委知不知道 民間反對連署的原因 我們了解這個原因啊 那是不是可以稍微講一下 主要是不希望大陸有對台灣 有太多的這個控制權 還有對產業可能對於影響上面 後續的影響 會造成台灣產業的沒落 對其實主委你知道嘛 那既然說這個中國紫光 其實它背後的這個資金 不是來自市場資金 那這幾年透過併購 然後希望說能夠做大 中國的整個IC製造業的上下游 那對於台灣來講 是非常這個IC製造業 是非常具有這個戰略級的一個產業 目前的市值已經高達5763億元 佔GDP的3% 所以說在這部分 這是民間最大的疑慮 一旦我們的IC設計 能夠入資中國的話 在這個中國政府政策的這個支持之下 還有市場資金等等 很可能會讓我們的這個技術消失 人才消失跟市場消失嘛 那所以說在這個去年11月1號 前主委曾主委有說過 針對這個紫光 要這個想要惡意併購台灣的聯發科 曾主委提說要針對惡意併購的修法 然後提出一些這個檢討 並且就提交報告 請問目前的這個進度到哪裡了 這個還在研議當中 主委就是從去年11月到現在已經四個月了 如果一年是12個月的話 現在已經過了幾乎三分之一的年了 那是不是可以請主委在兩個禮拜之內 把這份報告提交給本席參考 可以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本席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目前日月光它併購細品的過關要件是什麼 現在還在投審會當中啊 現在還在投審會 請問一下主委還記得 經管會提出的兩個要件是什麼 過關的要件 達到最低門 報告委員 因為現在來講 日月光已經提出公開收購了 那只要公開收購成就 那公平會也認為沒有影響公平競爭的這些 產業壟斷的這些問題的話 那事實上應該可以過關 是 其中一個要件是說 公平會要在3月17號做出博獲準的一個這個決議嘛 那可是在2月底的時候 因為這個案子是2月初送金 照理說3月2號要做出結論 那這個案子在2月底的時候 投審會就說要延長兩個月就是60天嘛 換句話講 這個案子很可能就過不了 那其實本席其實不是很在意說 到底日月光能不能併購細品 本席在意的是說 那接下來很可能就要送入的是紫光的一個案子 那想請問一下這個金管會主委這邊 是否已經收到紫光想要露骨這個歷程細品跟南科的案子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資訊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他們送就紫光的這個露骨的案子送進來之後 金管會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還是會他們還是會先到投審會去審 那投審會會希望我們表達意見這樣子 嗯哼 對那主委你剛剛也講了你們可以表達意見 那我想知道你們的意見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 現在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的資訊 那個必須要評估 所以沒有辦法事先來回答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我們看到就說 台灣的法令有一些欠缺 如果外國人要來台灣投資 有外國人投資條例 如果華僑要回台灣投資的話 有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可是對於中國的入資 想要入資來台灣的這個IC產業 確實用一個行政命令就可以決定 換句話講嘛 政府只要跟行政官員講好 中國的資金就可以來了 這對台灣的產業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尤其是IC產業 那希望說這個金管會能夠在這個案子上面 送進來之後召開公聽會 廣納各位專家的意見 再做一個決議 尊重新民意 好這個部分我們會注意 不過那個中國的投資的部分 因為陸委會那邊也有相關的規範 兩岸政策的那個投資的規範 那邊也是有辦法必須要遵循 好那本期會繼續就是注意金管會在這部分的這個 接下來的這些公聽會等等的動作 好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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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